这个男人太可恨了 他看见有人跳楼 非但不劝 还逼着人家快点跳 看什么看 你们不都总是看到了吗 结果报应来了 男人正在疑惑的时候 一条狗又冲了出来 男人很气愤 于是偷偷的拿肉包子 堵死了小狗 小狗的主人极度伤心 而他却在一旁 幸灾乐祸 结果 男人还来不及诧异 突然一个足球又打中了他 转头一看 是个八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赶忙上前道歉 意外的是 这次男人没生气 反而安抚起了小男孩 但下一秒 他就牙字必报 狠狠地绊倒了小男孩 小男孩在地上疼得哇哇大叫 他却反而更加得意起来 而报应也是来得飞快 男人根本不大回事 回家就吃起了炸鸡 还一边看网红直播 看着正起劲 突然 一通电话打断了他 男人真是果冒三丈 一听说是自己订的外卖 需要半小时到 更是破口大骂 要求立马送到 不然就投诉他 发现完后 又狂妄自大地 接着看直播 但很奇怪 这次他干完坏事 居然没有吐垃圾 突然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谁啊 男人很不耐烦地上前查看 却在猫眼里 看见了可怕的事情 男人被吓坏了 他壮大胆子 打开了大门 奇怪 明明没人 他关上了门 又看了眼猫眼 结果 一个黑衣人正在死死地掐住了他 男人大惊失色 赶紧躲开猫眼 突然门铃声又一次响起 就是那个黑衣人 他说自己是送外卖的 要求他开门锁 男人很心虚 我信你个鬼 他并不打算给他开门 可这时 黑衣人却突然说 门开了 还瞬间就找到了他家的大门 男人知道躲是躲不过了 不如主动出击 说不定还有胜算 于是男人用力一推 可意外的是 会计小哥只是把外卖递给了他 男人惊恐地关上房门 他又一次好奇地 看了一眼猫眼 那黑衣人此时已经出现在他身后 男人惊恐地转过头 这是一只半年都没有吃饭的秃鹫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具尸体 结果就这么喀巴一扬 男人居然活了 我的妈呀 这咋还诈尸了 男孩刚想下床 却发现自己被困在 几十米的万丈深渊里 他拼命地喊人救命 但这里怎么可能有人 为了求生 他必须殊死一搏 于是他死死地扣住悬崖的缝隙 缓缓地伸出了一只脚 结果却因为那三百来几 那鞋差点掉下去 男孩只能更实劲地重新扣住牙壁 并再次试探 找到缝隙的落脚 却根本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下面可是几十米的万丈深渊 仅凭自己的臂力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此时恐惧和绝望 让男孩发出了怒吼 到底他能否自救 又从哪来的呢 原来就在一分钟前 男孩在和全组的人准备狩猎 他们把动物的粪便 涂抹到脸上 来掩盖气味 然后利用手中尖锐的毛 吓退野牛 目的就是把他们逼到悬崖边 方便他们获取更多的食物 但有一只却反其道而行止 他掉头冲向人群 为了报复人类 他顶起首领的儿子就冲下去 老父亲为了阻止他 拼命地射出了致命一箭 结果却更加激怒了他 男孩被直接顶下了悬崖 所有人都以为男孩死了 就连父亲也放弃了他 万万没想到 死了七天的男孩居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可他刚想自救 却发现自己被挂在了悬崖上 根本不敢挪动半步 这要是再来场小雨 男孩铁定是完蛋了 结果不一会儿的功夫 天上就下起了瓢河大雨 雨水冲刷的崖壁更加的丝滑 烧要不深 男孩就会掉下去 可他就算死也要撑下去 因为他发现崖底冲来了巨浪 只要足够深自己跳下去 就要活下去的希望 于是男孩用加倍的力气 死死的抠住命运 终于七七四十九个小时后 他跳了下去 直到他被突然觉醒 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想着自己以后非复机会 于是他赶紧爬到水池边 喝水冲击 却发现自己的一只脚断了 你绝对想不到 原始人是怎么接骨的 他先是找来石头 夹住自己的腿 然后这么喀巴一鸣 再找来木棍 绑在自己的腿上 就完成了 本来想自己找点食物冲击 结果自己却变成了猎物 因为不远处 这只恶狼围了上来 为了逃命 男孩赶紧爬上一棵大树 却还是没一只狼死死的载住 男孩立马拿出匕首 重伤了那头狼 这才保住小命 他也在树上 整整呆了七天七夜 狼群才肯放过他 而那只受了重伤的狼 也被狼族抛弃 本来想杀死他来冲击 结果善良的男孩 却救了他 没想到 这一救 却开启了一段狼和人的奇妙旅程 你知道狼会怎么报恩吗 就在刚刚 男孩拿出了一根十雷米的抹布 将一个受伤的狼死死捆住 只为了防止他咬伤自己 随后就把他带到了一个无人的山洞 刚找点东西来冲击 结果一回头 那狼就打开了嘴上的绷带 完了 但男孩却一点没害怕 还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他 为了能让狼快点痊愈 男孩白天给他抓蚯蚓吃 晚上就去抓打青虫 还把打青虫放到狼的伤口上 让他们去啃食腐肉来疗伤 剩下的虫子则用来冲击 保证他们能活下去 直到男孩猎回了一只野兔 饥饿的狼开始树性大发 却被男孩一拳制服 为了宣示主权 男孩狠狠地撕下一块肉 塞进嘴里 并警告他不许靠近自己 眼看狼都快被饿死了 出于可怜 男孩丢给了他一块肉 吃饱了的男孩准备去出发 找他的族群了 因为他必须趁冬天还没到 找到回家的路 否则不被饿死 也会被冻死 可万万没想到 狼也紧随其后 被以为狼是想找机会吃掉自己 没想到 他却是想报恩 有了狼的帮助 男孩再也不愁没吃的了 而且顿顿都能吃上红烧肉 从此男孩带着狼一起逃亡 一起睡觉 甚至一起洗澡 男孩也为狼 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阿强 可这天却来了不速之隔 狼群的首领找到了阿强 男孩知道 他该回家了 就像自己思念自己的家人一样 没有了阿强的陪伴 男孩开始没有了食物 在北极零下80度的天气 他刚走到冰河 就咣当掉了进去 冰下湍急的水流 让男孩根本没办法冲破湖面 他赶紧拿出刀自救 看到冰面太厚了 就在男孩马上就要嘎嘎的时候 阿强突然出现了 为了救男孩 他猛的一击 直接震碎了冰面 或者那男孩赶紧脱掉衣服 用烤火来去暖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却被一群猎狗追杀 男孩带着阿强 赶紧钻进了洞里 被以为等猎狗走后就安全了 万万没想到 却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狼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原来是一头凶狠的狮子 就在他要吃掉男孩时 却被阿强一把拦住 但狼怎么是狮子的对手 眼看马上就被咬死了 轻居一发之际 男孩一把射穿了他 但阿强却受了重伤 为了能活下去 他们必须要前进 长期的营养不良 那男孩一口老血就透到了地上 好在他们发现了个帐篷 男孩赶紧跑过去求救 结果那主人早就被冻死了 而且帐篷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男孩只能带走了他的狩猎工具 他知道再找不到族群 东江的野人就是他的结局 男孩根本不敢停留 赶紧向北极的方向前进 但没走多远 受伤的狼就走不动了 可男孩却没有放弃他 因为他们不仅是朋友 也是战友 男孩抱起狼继续前进 即便是前方希望渺茫 但男孩从不放弃 凭借着非人的意志 男孩找回了族群 他成功了 男孩失忆自敌的母亲舅舅那头狼 万万没想到 狼居然生散了五只小狼 原来狼回的族群后 就有了宝宝 曾经族群里的弱鸡 甚至被所有人抛弃过生命 但男孩从不抱怨 硬是凭着自己善良的内心 和坚强的意志 拯救了自己 也正因为 他让人类和狼成为了朋友 不仅为族群带来了 更多获得食物的机会 也让族群又希望繁衍壮大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王者 这个钱一富豪太惨了 就想兑换一毛钱给女朋友买礼物 结果替换机却不让 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替换机坏了 可当旁边的人来兑换时 人家就把钱这么一塞 喀巴就掉出了无数的一毛钱 男人顿时懵了 怎个事 难道是钱不过平成啊 于是男人捋完后 又一次塞进了替换机里 结果又被吐了出来 更可气的是 他身旁的男人 人长得不咋地 钱也皱皱巴巴的 人家也是这么一塞 就喀巴掉出了很多一毛钱 这把男人气坏了 为了跟女友买礼物 他拼了 结果喀巴 钱都被他撕了 完了 这摆不成礼物回去 自己也会被女友撕了呀 就在他为难的时候 突然墙上的表框里有钱 于是他趁人不注意 偷偷都把他拿了下来 还把里面的钱也抠了出来 这下肯定行了 结果 替换机就是不收 难不成还是自己长得不行 于是他拿来了一顶草帽 戴住自己的脸 诶 没想到真的奏效了 结果没有人脸识别 人家就是不吐一毛钱 男人赶紧抬头看看 这一抬头不要紧 钱又被吐了出来 这打兑换个一毛钱就这么难 男人开始哀求替换机 这把一旁的女人都给看蒙了 最后男人怒了 疯了一样要把钱塞进去 就这样 七七四十九个小时后 替换机终于吐出了一毛钱硬币 所以出门一定要注意 干净整洁的形象 否则别提人了 就连替换机都不买账 这个小男孩也太废了 四十多岁了 还不会自己涂面包酱 每次都要妈妈亲自服务 为了躲避劳动 他更是可以把自己塞进各种容器里 比如浴缸或者橱棍里 爸爸为了历练他 特意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打开一看 居然是个行李 就这样 四十岁的男孩被第一次扫地出门 妈妈哭的那是一个伤心 结果男孩还没走出多远 就被吹了回来 还生情并茂的形容自己的遭遇 妈妈太心疼儿子了 就把他留了下来 可到了晚上 他又让妈妈给他涂面包 涂涂的骂抱男 这不是废了吗 于是爸爸又一次给他赶出了家门 这次他因为被大雾迷住了眼睛 又跑回了家里 爸爸这次没有犹豫 紧往天黑也把男孩赶了出去 没一会儿又跑了回来 说自己遇到了海盗船 唉 探铁不成钢的爸爸不停地驱赶男孩 可男孩就是永远走不出 房子周围的方圆几百里 没办法 爸爸打算搬家来驱赶男孩 结果他们却低估了男孩的能力 男孩突然就学会了缩骨弓 不是把自己关进鱼缸里 就是橱棍里 要不就夹在烟囱中 给爸爸气得团团转 妈妈一着急突然触发了心梗 瞬间就嘎了 没有了妈妈的庇护 40岁的男孩终于长大了 因为爸爸不会为他做任何事 于是他第一次学会了自己涂面包 爸爸终于看到了希望 于是赶紧让男孩去外面看看 从此小男孩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所以学会放手 才是对孩子最大的爱 这只八千米高的螃蟹 是伪装进的天花板 因为他有个特殊的癖好 每天就喜欢伪装成灯塔 来偷过往的船舶 再收集起来 但很快他就受到了惩罚 小螃蟹从小就喜欢翻船 所以每次出海 他都要抓一只船回来 做自己的宠物 尤其是这只红色翻船 小螃蟹还要把它装进瓶子里保护 渐渐拿螃蟹收起的小船越来越多 整片海域都成了他的战场 而他自己也越变越大 很快海底的垃圾堆积如山 他也老得快不能动了 直到这天 他被一群旅行的人类发现 人类开始疯狂的拍照 丝毫没有注意到 危险马上来临 因为螃蟹举起自己的爪子 想要收藏这只小船 万万没想到 螃蟹好不容易抓到他 却根本没有力气把它拖进海里 人类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纷纷爬到了螃蟹壳上 这么爆炸的新闻溢出 引来无数的参观者 为了停在这里 他们丢下来数以万计的船帽 螃蟹难过极了 但他还想保护自己瓶子里的那只小帆船 随着蟹灯塔越来越出名 被很多人发现了伤机 于是他们纷纷来到螃蟹的身上 建造房屋来获取财富 可老螃蟹再也支撑不住了 随着最后一个广乖牌的落幕 老螃蟹也轰然倒塌 随后失去了生命 因为自己的执念 螃蟹不仅一生囚禁在这里 也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所以能救你的永远只有自己 小怪物一把撕掉男孩的衣服 结果却露出了他怀孕八个月的肚子 我的妈呀 这可把男孩吓坏了 就在男孩纳闷的时候 又一个小怪物跳到了他的头上 还举了个手雷 下一秒 直接就给男孩蹦成了爆米花 太可怕了吧 男孩赶紧躲进自己家的沙发后 可不禁其数的小怪物却跑了出来 这是想吃了小男孩 没办法横梳都是子 男孩拿起一本书就想拍死他们 结果却发现他们还能复活 小男孩又拿起一把辟邪剑 想要劈死小怪物 结果那小怪物却能变成仨 还能裂变 小男孩怒了 拿起怪物就要放进扎吱机里 这洗碎的只定是活不成了吧 结果万万没想到 洗碎的小怪物变成了更洗碎的小怪物 他们还组合到了一起 变得无比巨大 吓得我赶紧点赞关注 这下玩犊子了 就在怪物要吞掉小男孩时 他拿出了吸尘器 可还是控制不住巨大的怪物 眼看怪物越来越大 男孩就是抓什么扔什么 结果却发现了自己曾经最快乐的照片 哦 一切怪物都是由恐惧而生 原来就在刚刚 男孩接到了女孩的邀请电话 男孩特别害怕自己的缺点 大肚子爆炸头 会被女孩嫌弃 于是就拼命的伪装自己 结果越恐惧就越会变成怪物 但当男孩接受自己时 他才变成原来快乐的自己 女孩也并未嫌弃他 所以真正的爱情从不在乎外表 有趣的灵魂反而更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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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